不驚不覺走到我們下一間入住的酒店 明天我們就會入住這間了 定出了,在第二間酒店了 大家好,我是Lukas 這次我們要住的酒店就是The Sali Hotel 這邊就是酒店外面 這邊就是酒店餐廳的部分 它就有分室外和室內的 那我們現在就進去Check-in 在Check-in的時候,他們都會預備點Welcome Drink和炮谷 幾經辛苦,那我們先進房間吧 那我們這次入住的房間,然後是Pinview 房間也不算太大,但裝修和架子也是 後飾就很適合別人過來打卡 那一進到門口,左邊就有個衣櫃 很特別的是,它在洗手間外面 它還要沒有衣櫃門,所以有點怕衣服放在這裡會有味 它也準備了一件外套和兩件玉衣貨來更換 那順利也要介紹一下 這個櫃桶打開了之後,就會有夾蠻在這裡 夾蠻旁邊的櫃桶就是放了一個風筒 和一把縮骨傘 然後我們進來洗手間 透過它的裝修,我們都可以看到它的設計很勾式 鮮牙刷 玉帽 大一點 然後是橫色的 然後抹手毛巾 洗手盆是桌面 然後這裡有個罩,罩著插頭 而且它是三腳插,可以插到三腳插 大家留意,泰國有些地方是會用這款三腳插的 但是不是香港的款式,所以是用不到的 大家記得選擇 這邊就是廁所 進到奇崗的位置 這裡就有無辱路 洗頭水 和護髮素 好隱隱 要這樣看上去才看到 先拉一下 它卡住了 它拉到窗簾後,在這裡適合 它只有兩盞燈 一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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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 真的要這樣打開來放它過 在這裡 這盞燈真的壞了 我們走完浴室之後,我們就來到Panshee這一邊 這裡也有一個假貨,洗完碗之後可以浪趕碟 上面也放了一些碗碟 然後旁邊的櫃是空的 然後這邊打開去就看到一些餐具和開瓶器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微波爐 我就懷疑泰國所有酒店都有微波爐 然後還有一個裡面什麼都沒有的雙門雪櫃 另外一邊就放了不同的玻璃杯 還有一些空位給大家放下出門前要拿的東西 那這邊就有四支水 那旁邊就有一個冰桶 之後也會有一個熱水煲 還有一部咖啡機 它也會有一張教學去教你怎樣用 那我們現在走進來你的床的部分 這邊就有一個梳妝台 還有一個小插機 那這裡就是一部好整個旅程沒有用過的電視 想說呢 這裡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多污漬 而且是紅紅色的 很害怕 大大這間是比較漂亮的 還有一些設備都比較多 然後這張桌子也可以放下一些食物和雜物 然後這裡就有椅子 那這邊可以用來打卡拍照 那床邊的燈也很特別 好像用了鳥籠的罩打著燈 那另外一邊就是用了水晶座 那在床的旁邊它就用了香港用的三腳插 所以剛剛在小的間叫大家拿的轉插可以放下 那這次住的樓層就是一樓 是酒店最低的那層 所以一打開窗簾就是看著酒店的花園 來到這間酒店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位置 那我們先回到訓練的時候 大家都看到這個QR Code 那入住的時候 前台的員工就會叫你下載他們的apps 按進去之後就會有這個QR Code 讓你登記 就可以透過這個app去request 一些生活的用品 例如木造用品 紙巾 筷子等等 也有維修的服務可以request 那你去到外地 有可能會出現一些 溝通不到的情況 那如果你用這個apps 就可以很具體地告訴他 要整哪些地方 然後也可以用這個apps 去order它的餐廳 食物和食物 就不用打電話去i-wom-service 那就正好 我這些做了你不服L 然後這個apps 也有介紹周圍景點 還有怎樣去的 突發突發 剛剛打算散窗簾 然後一拿起這個東西 然後發現這裡 嘩 有紙巾 然後不小心拉一拉 我離開了房間之後 門外的一條樓梯可以上到二樓 旁邊的樓梯和下面的樓梯就是 Channel曾經拍廣告的地方 無論是哪層都會有這些樓梯和樓梯 就是這樣拍這些樓梯 總結 我覺得這間酒店如果大家情侶來旅行 就很適合來的 因為整間酒店到處都可以拍照打卡 還有Channel也來過拍廣告 我覺得都可以的 但如果你是一家大小來 以方便程度來說 我覺得這間酒店都不太好 因為它位置就差不多在一條樓梯 差不多最入面 而且那條樓梯行人通道都很窄 有時甚至要走馬路 即是會有一些車在你旁邊經過 那我想這間酒店 就會安排24小時的嘟嘟 去接送你來回街口到酒店 那這間就沒有錯 走路的時候有點危險 而且酒店對面 也會有一兩間類似夜總會的店舖 真的會有一些挺特別的女生在門口 這就不太推介給一家大小的人 如果喜歡我們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 SHARE我們這條影片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OK 那我們下次再見吧 BYE BYE